现在回来了,现在有我们的许刘山,刚刚进来 大家好 既然许刘山来到我们来说说香港话,说说何俊谦 他自己都自认,今天我看他在台船说他现在走投无路,被家人赶了出去 不要说和家人赶出去这么悲惨,说他和家人缺裂,现在住在朋友家里 就很惨很惨,又患上情绪病,记住不是精神病,是情绪病 我们上一集都已经早说过他有些,看他的言行都是有点粗狂 所以那次在星期夜得道的节目,我也有说过一个点 他不知叫学校那边,原本学校都能和他定了日子 他无端端说要提前,要现在说,究竟有什么事要那么急 那么急要提前,提前不然要搞成个疯了,要和学校搞成这样 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 其实你对付医,说得差一点,当学校真的错了 学校那帮真是小人,是阴拾人 你对付卫君子阴拾人,你用一个这么暴烈的方法就是中他陷阱 你是蠢,一个蠢的人怎么可以争取香港独立,你怎么可以和共产党斗 我就是这样说 那他现在这件事呢,就是被人踢了出校,永不六勇 不过变相现在呢,他好像被人消费着 就是拿来吃人血饭头 你看到刚刚就在这个理大就和他搞了一个,就是和他的,四个 搞了一个集会 就是他都振备一呼,叫什么奶共狗 然后叫奶共狗 叫奶共狗 那些泛民都去支持他,那些没什么力量都去 还有那个香港独立那个,香港独立学生联盟,陈家区那个香港独立之旗都去挖一下 这个真是波罗鸡 就是这么说,其实我已经不认识他们,已经完全不认识他们 就是他们究竟这些人是搞什么的呢 其实已经是没有人认识的 就是我认为就是,就是他们现在这帮人呢 他们做的事呢,根本就很可耻 是 你知道是泛民那帮人很可耻 第一,泛民那帮人很可耻 第二,就是这帮学生都很可耻 就是他们可能真心愚蠢相信这个港独 但是我觉得有90%都不是真心相信的 就是他们只不过是没有东西做,找东西玩的 就是纯粹是造成一个格局出来 就是说,现在港独是Hit的话题 我们个个人都应该说港独 他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我认为 就是等于几年前,黄之锋起家的时候 可能每个人都说那样东西一样 他就想,他就想营造一个,营造一个环境出来 就是泛民等于港独 泛民已经不是争取民主了 就是现在其实那帮激进的团体 就算保守如黄碧云,都是傻的 在这个事情上 就是他们没有分清楚 你支持这帮学生的话 就等于变相你支持港独 因为他们是因为搞港独的标语 或者可能一些言论 所以才被人踢出校的嘛 就是已经超越了是不是言论自由的问题了 已经不是的 就是你不能用言论自由四个字 就包了所有的东西都准备的哦 就是你说家产 他们认为香港的言论自由是好像加拿大 这样,我可以给你说的 他们是将一套不适用于这个 就是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法律 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底线 香港的底线就是你不可以说港独 你说为什么不可以说? 人家加拿大都可以 那这里不是加拿大了,对不起 而且加拿大人自己都是不支持你灰毒的 现在是 说那帮人被人当是小丑 因为你们帮人每个都是拿政治着素的 其实最恐怖是 现在是连泛民那些都要跳下去支持这些 其实好几次都是的 就是跟港独有关的那些 就是等于他们那些远弹大游行也好 都给港独那些一起去参与他们的游行 他们是想围奴的 整班人因为弱势所以想围奴 以为这样 他们经常认为这套东西是適合年人 年青人想拿这套东西 他们经常想抢年青人选票 写一张再说 写一张再说 这麽激进的行为成功了 第一个芒果佬 王毓民 现在还要衰到怎样呢 就是建制都帮王毓民背书的 就是说他说话又风趣又什么什么 对社会有贡献 搞错了 王毓民对社会的贡献 就是令大家开始完全不相信民主运动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做成功的就是王之锋 王之锋就告诉你 所有民主运动 都是废青 我这样说当然是有人骂我 不要紧要的 我没所谓的 你就骂吧 接着就跳了一个 麽麽光出来 麽麽光 他现在就是建制网台 领头人 叫别人不要听我们 喂 他说的话 又是芒果佬式的发言 完全不说理智 全部都是乱参与 就是乱屈别人是鬼 就是他们最喜欢玩捉鬼的 好了 好了 还有现在这帮年轻 他其实 个个就是打算搏一局 我出来搞这些事情 我做不到芒果佬 我做不到王之锋 我最好可以做麽麽光 是吧 而最可惡的是 芒果佬在背后发工 是芒果佬背后发工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突然间就会扔他们 上他的网台那里 譬如说那个陈家驱 是吧 是啊 因为芒果佬 其实现在就是 他就是借这些新进力量 是借私还云 从来都是 就是 就是每个人搞政治 或者搞港独 就要去他那个 MyRadio 这个港独窝点那里 去做一下网台节目 一定是这样的 现在他们就是 其实我一直都认为 这个芒果佬是很可惡的 就是在芒果佬旗下 又做过节目 又读过书的人 根本上都是很可恥的 那帮人 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就是 喂 阿哥 芒果佬说的那些很有问题 你一直 怎么说 一直听他怎么说的人 突然之间又会醒了 变了建制 这些是什么人来的 这些根本上就是疯了 我们要先说明一件事 我们这个节目 就不是建制派的节目 也不是民主派的节目 我们是无党无派的 我们什么都说事实 实事求是 就是我们是用共产党的看家本领 来看这个世界的 我们不是共产党 就是实事求是 说话 现在这帮年轻 他们实际做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 为了他们的个人利益去做 还要将个人利益 包装成 一个 什么 为求公二号联敏的活动 就是 这帮年轻 其实是比 黄之锋这个废青 真是大事的 香港社会有这样的人 没有什么的 其实 如果留意一下 他们用那套手法 一向都是 用年纪 去分化 大家留意一下 由头到尾 就是用年纪 说 我们年轻一辈 被你老一辈害死 就是等于我年轻的时候 恨我老爸 一样的心态 全部人都是用同一招 基本上是一代一代人 没有哪一代对哪一代错 不过是很多有野心的人 就喜欢是这样分化成的 就说这帮死佬阻礼 怎样怎样 没有那些上一代的人 又何来你下一代的人 绝对是 你说得很对 其实他们现在做的就是将社会 用年龄去分阶层 和用年龄去分政治立场 而这件事就是毛泽东做的事 共产党搞文革做的事 你们做的事全部都是一模一样 是很嘔心 这个也是 其实现在他们做的事是文革重临香港 他们做任何事都是用人鬼二分化 其实他们学了毛泽东 在芒果佬那时候已经是 他搞任何组织都是捉鬼的 就是人和鬼是有一个分野 他是最喜欢这样做的 你有独立的思考是不行的 打天下那时候是这样做的 他在江西 在江西 江山就做了一次AB团 走到去什么 又再清朝一次去延安 现在你们这些人 做的事是一模一样 清朝意见不同的人 其实现在 我就不会叫大家不要听其他台 我再说一次 上一次说过了 其他台或者其他人说的事 你们都可以听 我都没所谓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有判变是非的能力 究竟 那个 说话的人 究竟他说的事 说话的人 首先是一件事 人哪个说其实没所谓 他说的事究竟是不是 合理合逻辑 还有还不是可信 你要自己有判变的能力 就不要说 那个人说的事 我就全盘接收 其实是很大事的 其实 芒果佬 老蕭 刘世良 那些网台人 全部做的事 就是教你们 只是听他说 那我们就 坚决反对这件事 因为 怎么说呢 我们是多方面接收资讯的 就不是纯属在网台接收 那我们说的事 就是叫你 你接收多方面的资讯 不要听死一个 因为听死一个 确实是害你的 那个人 就算他那个人 本身不是一个坏人 因为他说的事 是很片面 或者他 接收资讯的渠道 不是像我们那样 有六七个人 在那里接收不同的资讯 然后再互相整理过 再分享 你听死一个人 这个世界永远都是的 偏听就很严重 这个问题 可能 就会影响你的一生 就是我们说的夸张些 就是这么说 是啊 那 那 许刘先生 许刘先生走了 不知他去哪 走开了 走开了 不要紧了 这件事其实我不熟悉 不过我看到 就是香港现在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政治看到有饭吃 就是有些人 或者说某些东西 可以拿到钱 就是某些 Funding source 可以拿到钱 他就继续说 就是我们 就是为什么我们近期 做节目 做少了很多 就是我们 collectively 都做少了很多节目 其实我们个个都忙 就是我们都没有 金钱上的利益 连YouTube广告也没有 我们其实就很烦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要花时间 去做网台 要去接收资讯 来再说一次 其实再说一次 那个时间 已经是长的了 就是我一个星期 其实要花 就是之前 比如我们刚刚开了 开始分台的时候 我一个星期 可能要用 整十几个小时 或者甚至二十个小时 来做这个网台节目 其实很辛苦 因为我自己就发现了一件事 就是我如果用那些时间 去赚钱 我个人可以舒适很多 我根本没有必要 将我的时间 放在这些东西 所以我越来越减少 做节目 因为没有意思的 其实我认真的 有些人不断攻击我们 那些是佔少数 我是很开心 就是现在分台之后 但是之前我们做任何事情 就是我们在星期二得道 讲任何事情 其实 喂 他们那些人是很盲塞的 他们有一个遇事立场 就是你们所有人 都一定要骂政府 喂 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 说我们为港铁背书 就是说我 主要就是说我 为港铁背书 我是的 有某程度上我是为港铁背书 因为我在我的 专业做事的事情上面 我和港铁有接触 但是我没有收过港铁钱 我和港铁里面的人 是有专业上的接触 没有问题的 其实有时的事情就是 当你完全不知道 或者不认识一群人的时候 你可以乱差地骂 但是当你在社会上 是认识这群人 他们做的事情 为什么会做 你知道背后的原因的时候 你很难骂得下手 有时就是 你骂了 其实是否真的可以 帮到他们里面的 改善实际的情况 其实是不行的 就是我认为 就是 譬如港铁现在沙中线 搞到粒粒亂 就是 有某程度上 就是现在所有人 就把锅射到 里顿那里了 但是其实 是不是真的 纯粹里顿要负责任 我可以告诉你 肯定不是 我一早都说过 其实香港政府 都是有很重大的责任 但是 香港政府是 很无能的 是完全不理的 很多时候 或者他将那个责任 直接外判了出去 那其实 在 一般的政府 就是西方 西式的政府 你是不可以 将那个责任外判的 你只是 可以将那个工作外判出去 那责任是永远都 留在政府部门的 但是香港政府 香港是官僚 香港官僚 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说话 其实大部分人 都不适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听众里面 有一班 就是我们听众 当然会接收不同的资讯 才会容忍到我们 但是他们都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 有一班人就会说 你应该骂政府 有一班人就会说 你应该支持政府 但其实我们 什么都不是 不是 我们应该支持的 我们就支持 应该批评 我们就批评 还有 我们是想 我们说的事情 很多时候是想一个方法 你不如这样 试一下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 或者这样的角度去 去调查这件事 你就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新的东西 那你的社会就有改进 但是香港现在是没有这种 这种机制 就是他们所有的东西就是说 你这个人撞了车 你的司机负责 譬如现在的巴士司机 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就是巴士司机欠眼份 撞车 每个巴士司机 就九成都是要蹲监的 我说的一件事 就是在外国社会 就不是这样的 就是西方国家 这一件事就真的有优点 还有就算 连大陆也不会这样的 如果那个司机欠眼份 他会调查一下 为什么司机会欠眼份 究竟是不是身体有问题 或者做得太辛苦 是不是取得太尽 是啊 现在也有说的 就是追尖的问题 就是说所以很辛苦 那些 是说的 但是你到最后 交人头 就是拿个巴士司机来制旗 那其实跟李顿是一样的 那个做法就是 你做任何工程 出问题 就拿那个承建商来开刀 但实际上 他整体的结构上的问题 没有解决到 那你就不断找承建商开刀 那本来射锅射锅 现在的情况就是 你香港巴士司机的情况就是 你不断找巴士司机坐牢 你完全不解决他们 为什么会累的问题 其实最近也有一个 那个男护士 在家里 也是说追尖的问题太辛苦了 那没有人去研究那个制度 就是不会去再想那个 会不会是医管局 就是对于那个护士的问题 是怎么样呢 他们不会去解决的 依然都是这么辛苦的 是 是 是 还有一件事就是 为什么那个男护士会吸毒 你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其实有很多时候 为什么医护人员会吸食冰毒 其实 这个是 wide spread的问题 全世界都有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压力 和时间太大 和太长 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但是他们 如果他们不拍摄 他们基本上就熬不了 身体 就是因为那些冰毒 就是提神的 就是令到他们 可以支持下去 那你说 哇 你们这样是拿病人的生命来教育 是的 是拿病人的生命来教育 但是是不是那个护士负责 应该 现实上就是 他现在用了性命来负责 但是 你说真的 你的结构性的问题 你是要先解决的 你的结构性的问题 你不解决 就永远都有护士会做同一样的事情 就是你香港的问题就是 你结构性的问题 就是从来没有人想 怎么解决的 或者这些这样的新闻 很快就过了 就是已经再没有人记得了 就是 接着这个问题又再继续重复了 就是又可能是有护士 可能他们太辛苦 再出一些超越常理的事 发生一些超越常理的事 都不定 就是问题是没有解决的 而且管理层也都不会打算去解决 因为香港就是一个恶性轮回 不断恶性轮回 所有东西都是 就是 就是你出了个芒果佬 接着又会出一个黄之锋 接着黄之锋 之锋之锋又再出一个港独年仔 几个了 已经不是一个了 他已经有几个了 就是陈浩天那些轮住的来 是 那是香港独立联盟 那个 香港学生独立的 还是什么的 那些 最主要就是这帮柴头说话 不好意思 我本来也不想在节目上说 这帮柴头说的 他为什么会有市场呢 你们香港政府 是不是应该有些事情 要帮助一些废青去解决呢 是不是 就是等他们 理解一下祖国呢 理解一下祖国又不准做 就 大湾区就个个被知側吉 就瘋了 香港其实基本上 就是现在有一帮人 我不是说全国 就是那帮人就阻碍了香港发展 还有他们是捍卫这个五十年不变的 就是整个香港要五十年都不进步才对的 这帮人 那不如 就是说一说 泛民呢 就是为了要和这个建制 在一个永远的对立面 他们选择了支持这帮港独的学生 或者港独的人 就是以一个言论自由的堂衣 做一个包装给他们 其实某程度上 香港很多选民 就是对于泛民的支持者 已经是很多人看不过眼的 就是这样的 而且政府都放风出来说要立23条 那不如下一节再讲这个问题好不好 现在我们这一节都录了20分钟 下一节再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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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